今天来自韩国的新闻 据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和业界11日消息 今年韩国国防工业出口额预计将超过去年70亿美元的记录 突破100亿美元 据分析 对波兰的出口对这一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 7月 波兰武装力量属于现代Rodon 韩华防务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等国内国防企业签订了军售合同 据波兰政府称 韩国将收到波兰980辆K2坦克 648辆K9自行火炮和三架FA50轻型攻击机的订单 据业内估计总价值为148亿美元 其中上月26日签订了第一批实施180辆K2坦克和212辆K9自行榴弹炮的合同 仅此一项就达57.6亿美元 此外 韩国在1月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了一份名为 韩国爱国者弹道导弹拦截系统Chong Gun的出口合同 350亿美元 弹道导弹拦截系统是目前只有一些先进国家研制成功的最先进的武器系统 2月与埃及签订了价值2万亿韩元的K9自行火炮出口合同 韩国正在与澳大利亚的Redback装甲车和挪威的K2坦克展开业务竞争 韩国国防工业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第四大 尹总统17日在就职100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将通过进入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世界第四大国防出口国 战略性的实现国防工业工业化、越境国防工业强国 法国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2017年至2021年韩国在全球国防工业出口市场的份额为2.8% 排名第八 在韩国之后 中国以4.6%排名第四 德国以4.5%排名第五 意大利以3.1%排名第六 英国以2.9%排名第七 对比2012年至2016年和2017年至2021年的市场份额 韩国以2017年至2021年的177%的市场份额位居前25位国家之首 包括本席和质纳金在内 韩国政府即使借给朝鲜也未能收到的金额超过6000亿韩元 根据国会计划财政委员会委员 国家权力众议员宋言席向韩国进出口银行提交的数据 截至8月底 朝鲜本席及质纳金朝鲜尚未偿还的韩国贷款达4.446亿美元 这是按七日韩元兑美元汇率1388.5韩元计算的金额 在京大中和鲁武炫执政期间 韩国进出口银行从2000年到2007年向朝鲜提供了总计9.33亿美元的贷款 按类型分 食品贷款占比最高 为7.2亿美元 其次是物资设备贷款1.33亿美元 轻供合原材料贷款8000万美元 朝鲜贷款的延期期限为5至10年 分期付款期限为15至30年 到还款期时必须偿还部分本席 按类型划分 为退还的食品贷款总额为3.534亿美元 其中包括2.552亿美元的拖欠本金 7230万美元的拖欠利息和2590万美元的于期付款 就轻工业贷款而言 总共有9120万美元的未偿还贷款 其中包括6950万美元的拖欠本金 790万美元的于期利息和1380万美元的于期付款 特别是2002年的韩朝铁路和公路项目物资设备贷款 由于2008年金刚山游客遭枪击事件 导致韩朝关系紧张 无法确定还款日期 宋说施工停止了 没有讨论 朝鲜贷款的未偿金额每年增加约4040万美元 过去10年 与朝鲜签订贷款协议的韩国进出口银行 通过国际邮件和传真向平壤 朝鲜贸易银行发出了76份海款请求通知 宋议员说 问题在于朝鲜的态度 不还利息 更不还本金 批评文在营政府忽视偿还用人民的鲜血借给朝鲜的贷款问题 只关注基于对朝鲜顺从关系的和平表演 两年前在西海被朝鲜军队击毙的海洋水产部官员李大俊的家人 将于下周访问美国 要求追究此事的责任 据美国朝鲜人权委员会9日消息 李大军的哥格里来镇定于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18届朝鲜自由移民人权国际议员大会 15日 在这里 他预计将参加一个关于朝鲜反人类罪和问责制的研讨会 以通报他弟弟的情况 并敦促国际社会做出回应 以便朝鲜能够承担适当的责任 一直在朝鲜人权问题上发生的韩国义共和党众议员杨金也将在本次大会上发言 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萨尔蒙也将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李来镜计划17日访问星星纳提 会见在朝鲜被拘留后死亡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 在他们的儿子去世后 瓦姆比尔的父母于2018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赢得了针对朝鲜的诉讼 法院判给了5133万美元的赔偿金 瓦姆比尔的父母从现在被没收的朝鲜银行资金中获得了24万美元 在与瓦姆比尔的父母分享此案后 李锐计划讨论后续措施 李大俊于2020年9月在西海被朝鲜军队击毙 当时政府宣布他在逃往朝鲜时被杀 但现任政府推翻了之前的宣布 称叛逃没有得到证实 国内网络漫画市场排名第一的Never 今年将那一年的我们 好医生等热门电视剧制作成网络漫画 并取得了票房成功 但只有奇异律师吴英宇正在挣扎 电视剧那年我们作为Never旗下StudioM制作的首个原创内容备受关注 他通过全球在线视频流媒体平台Netflix 在全球范围内发布非常受欢迎 除了该剧 Never还制作了一部网络漫画 票房大获成功 NeverWatun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底连载了我们喜欢那年的初夏 与电视剧不同的是 网络漫画通过前传概念来区分主角的高中时代 正因为如此 他在剧集结束后仍继续受到读者的喜爱 从第一话到第二十话 他获得了与电视剧一样多的支持 获得了9.9分的评分 自5月起在Never上连载的网络漫画 好医生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好医生改编自2013年播出的KBS电视剧 比语音语早9年 以自闭症角色为主角 收视率高 网络漫画 好医生播出至第29集 平均收视9.7 近期根据网络漫画和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票房大获成功 但将热门剧改编成网络漫画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这方面 Never上连载的网络漫画 那年我们和好医生被认为是戏剧网络漫画化的典范 另一方面 7月底开始在NeverWatum连载的语音语 随着剧集的重复而受到批评 收视率也在下降 本月7日上映的第7集 得分仅为5.56分 是迄今为止的最低水平 这与这部剧在全球Netflix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并在EMA频道上创下了最高收视率 Cupen的视频流媒体服务Cupenplay独家发布了最新的电影内容 并积极扩展 虽然每月4900韩元的订阅费是业界最低的 但他愿意投资数百亿韩元来加强其内容 需要巨大财力的国内视频流媒体服务市场是否会继续增长 值得关注 据内容产业8日消息 Cupenplay于7日独家发布了电影紧急宣言 这是继上个月29日独家上映的电影 寒山龙的出现之后的第二部最新电影 这两部电影大约是两个月前上映的 现在还在电影院上映 Cupen在这两部电影的独家合同上 花费的确切金额没有透露 然而业界估计约为300亿韩元 据悉 寒山以150亿韩元售出 紧急宣言以130亿韩元售出 通常最新的电影在电影院关闭后 首先在VOD上发布 然而这个公式正在逐渐被打破 拥有巨额资金的视频流媒体服务行业 正在提供比VOD收入更好的价格 尤其是紧急宣言 尽管制作成本约为300亿韩元 但票房却失败了 演员宋康浩 李炳献和全杜妍 即使拥有超豪华的演员阵容也无法跨越 新鸣所属的托特纳姆热次队举办活动 并独家直播 将与9日举行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赛 也将独家转播 国内视频流媒体服务平台的份额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变化 此前 提兵宣布与KT Season合并 有望在明年登上本土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榜首 截至上个月 Wave的月活跃用户约为430万 Cop and Play的月活跃用户为380万 预计原生平台第二名将继续激烈竞争 大部分网漫读者都在评论中回应说 剧集和剧情都是一样的 所以很无聊 有意见认为 普恩斌在剧中演技细腻的独特语气 首饰和眼神在网络漫画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原计划共60集的网络漫画 目前已发行至多7集 读者们也表示遗憾的是 增加了原著中看不到的语音与法学院时代的故事等新剧集 随着近年来电动汽车销量大幅增长 对今年下半年推出的电动汽车的兴趣 正在增加 尤其是国内市场 个性强悍的新车有望陆续发布 业内人士11日透露 今年下半年计划发布的新电动汽车约有10款 其中最受关注的车型是 现代首款轿车型纯电动车 IONIC6和起亚高性能电动车EV6GT IONIC6于22日开启预购 提前下月上市 首日37,446辆 创下国内现有整车车型记录 大容量长续航车型全系100%补贴 出货竞争激烈 梅赛德斯 奔驰推出新的EQE 该模型基于以及 这是最畅销的梅赛德斯 奔驰车型 奥迪和大众将在9月份同时发布 三款中大型电动汽车 奥迪最近推出了该品牌的首款紧凑型电动SUV Q4E TRON40和Q4 SportbackE TRON40 大众韩国ID4也将于15日在韩国发布 ID4是大众韩国首款纯电动汽车 也是引领大众电动汽车在全球市场销量的车型 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位长温405公里 低温288公里 此外 据报道将价格定在5500万韩元以下 以获得100%的电动汽车补贴 宝马韩国正在发布基于7系的i7 i7XDrive60有两台电动机提供动力最大输出功率为544马力 虽然拖欠工资的数额在减少 但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人数仍然达到12万人 并且有声音要求对习惯性和故意拖欠工资进行更严厉的处罚 据雇佣劳动部时日消息 截至今年6月底 拖欠工资金额为6655亿韩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7% 自2019年以来拖欠工资的数额每年都在减少 2019年增至1.72万亿韩元 但2020年降至1.583万亿韩元 去年为1.35万亿韩元 在同一时期 无星工人的数量也从34万5000减少到29万4000到24万7000 截至今年6月底 这一数字为11.8万量 比去年同期减少6.6% 然而 这仍然很高 这意味着近12万名工人因为没有得到报酬而担心他们的升级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这种拖欠工资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 例如雇员少于5人的小企业 分包商和非正规工人 截至6月底 按行业分 拖欠工资最多的是制造业 其次是建筑业2208亿韩元和1444亿韩元 这些行业有大量的分包商和非正规工人 从规模上看30人以下的工作场所拖欠工资占总数的76.2% 5到29人的企业位2780亿韩元 5人以下的企业位2291亿韩元 尤其是作为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代表行业的造传业 工资拖欠现象更为严重 由于贷款利率在不知不觉中飙升 家庭的利息负担正在滚雪球 由于主要国家加息预计将持续到明年 市场利率也有望暂时上升 正在准备贷款或即将续贷的借款人也越来越担心 金融业11日消息 5年期金融债券收益率为抵押类混合产品的指数利率 截至上月末路的4.295%的年化收益率 这是自2011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年初的时候 它还停留在2%的区间 但随着主要国家的加息 它似乎在快速上升 信用贷款标准一年期债券也呈现类似趋势 上月末路的3.769%为11年来最高水平 通常债券收益率会提前反映基准利率上吊 由于金融公司发行金融债券来为贷款融资 因此当融资利率上升时 它们必然会上升 尽管银行最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贷款利率 因为人们批评过度的利息交易 但这意味着由于贷款成本的上升 额外的加息是不可避免的 美联储FED本月已连续宣布一大步 韩国央行也计划在年底前进一步提高关键利率 有人预测 如果韩国央行在年底将基准利率提高到每年3% 商业银行的利率将超过8% 在贷款利率上升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一点点的利息负担 业内人士建议 关注政府政策性财政变化或现息主代上限 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了利率上升幅度 高息现代是去年7月金融部门和银行推出的产品 今年当局通过降低利率上升限制和降低认购费等方式 对产品进行了修订 然后重新发布 加息上限由每年的0.45个百分点下掉0.75个百分点 使用浮动利率的借款人还可以通过添加特殊合同来注册现有产品 即使您收到新的主要贷款也可以加入 但这不包括Jones贷款或团体贷款 各家银行对加息幅度的限制各不相同 应单独查看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订阅并设置闹钟